说到世界上最大的坦克对决 想必不少人都能想到苏德战场的库尔斯克战役 但说起史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对决 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当然这场对决肯定是发生在美日的太平洋战争期间 但具体地点并不是珍珠港和中途岛 也不是莱特湾 而是很少被人提到的马里亚纳海战 这一战中美军出动了15艘航空母舰 7艘战列舰 12艘轻巡洋舰 8艘重巡洋舰 67艘驱逐舰 28艘潜艇和约900架飞机 日军也派出了9艘航空母舰 5艘战列舰 2艘轻巡洋舰 11艘重巡洋舰 20艘驱逐舰 450架舰载机和300架暗机飞机迎战 按理说日本对这片海域更加熟悉 而且附近的关岛塞班岛还驻扎有日本的军队 怎么说也应该和美军打个五五开 但事实是战事刚起便呈现出了一边倒的态势 日军被美军打得几乎无还手之力 美国人甚至把马里亚纳海战称为 马里亚纳猎火机大赛 而这里的火机指的就是日本的零式战斗机 太平洋战争初期零式战斗机 不说是所向披靡也可以说是难遇敌手一度打的美军叫苦不迭 为何短短三年时间零式就能被美军轻松击败成为他们口中待宰的火机 马里亚纳海战的战局又为何会一边倒 1941年12月7日 日军偷袭美国海空军基地珍珠港 美国正式对日宣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 战争一时 日本便兵分数路进攻香港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和缅甸 一度处于优势地位 但由于急于求成 战线拉得太长 日本在战略上开始显露进攻乏力 防守失位的迹象 逐渐在太平洋战场陷入困境 1942年6月 中途岛海战 日军失败是太平洋战场的转折点 战局开始向着不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 随后的瓜岛战役 日军不仅没有实现重新夺回战略主动的作战企图 反而其军事实力进一步受到削弱 最终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 陷入了被动的局面 此后日军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 处处射防 甚至不得不在西太平洋拉起防线 阻挡美国的推进 马里亚纳群岛就是日军防线的关键 而盟军也意识到 想要进一步削弱日本的工业实力 就需要占领地位重要 位处于日本绝对国防圈上的 马里亚纳群岛 作为B29战略轰炸机基地 为了夺取该岛 盟军中太平洋战区 兼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尼米兹 指派中途到战役时 表现优异的雷蒙德·阿姆斯 斯普·鲁恩斯 担任第五舰队总指挥队 并负责掩护登陆马里亚纳的部队 而日本则派出小泽质三郎 率领刚整编完的舰队主力 第一机动舰去迎战美军第五舰队 一场史无前例的航母对决开始了 1944年6月 为了保护在马里亚纳群岛的登陆部队 斯普·鲁恩斯使用了主次颠倒的阵型 他把战列舰摆在航母外围 充当防空网和挡箭牌 航母则指手不攻 面对质疑 斯普·鲁恩斯回答道 主动出击固然稳妥 但我们不是在打海战 而是在打一场两栖登陆战 我们不能去赌博冒险 6月19日凌晨 日军首先发现了美军的航母编队 小泽质三郎计划 将航母编队停在距离 美军400海里处 然后利用日军轰炸机航程更远的优势出击 轰炸美军舰队一轮后 日击到马里亚纳的机场加油 然后再次轰炸美军舰队 最后返回到航母上 但日军行动第一步就遭遇了不测 就在日军飞行员高呼着 皇国兴衰在此一战 起飞进攻时 海军观测员突然发现了美军潜艇 原来早在到达战场之初 斯普鲁恩斯就派出了多艘潜艇 寻找日军踪迹 这艘青花鱼号潜艇正是被提前部署在这片海域的 青花鱼号选择了日军旗舰 号称击不沉的大凤号航母作为目标 青花鱼号发射了两枚鱼雷 关键时刻 一架刚起飞的日军飞机 直接俯冲下来钻入海底 与一颗鱼雷同归于尽 但还是由一枚鱼雷击中了航母 大凤号的装甲雄厚 一直没有造成太大影响 但大凤号针对水下鱼雷的防护不足 这个隐患会在之后显现出来 小泽治三郎虽然对此很是吃惊 但并不慌张 他下令320架升空的战机分成四个梯队 攻击美军 在距离美军舰队70海里的时候 美军雷达监测到了日军的踪迹后 连忙让地狱猫战斗机群起飞迎敌 但因日军发现美军的时间较早 占据了新手优势 美军飞机没有足够的时间爬升到相应高度 正在美军心急如焚的时刻 日军给了机会 日军的精锐飞行员在之前的战斗中损失惨重 现在的飞行员训练不足 飞行经验不够 自己竟把自己的队形跑乱了 日军不得不花10分钟重新组织编队 也就是这10分钟的功夫 美军的地狱猫机群顺利起飞 值得一提的是 日军的零式战斗机最大功率只有875马力 但由于机体轻 其速度可以达到533千米每小时 航程也达到了惊人的2200千米 远超当时美国的主力战机 美国海军为了获得能够与零式相匹敌的舰载战斗机 专门研究出了地狱猫战斗机 不仅速度更快 而且功率更强 甚至全身装甲 连挡风玻璃都是防弹的 果不其然 在地狱猫战斗机面前 零式很快就败下阵来 时时许空战进入高潮 埃塞克斯号航母的战斗机大队长 麦坎贝尔驾驶F6F冲入日击编队 一举击落四架日击 来自列克星顿号航母的弗雷谢尔中尉 冲入日击机群 在60米的近距离开火 号弹360发 就击落日击六架 同时美军战舰发射 进诈隐性对空炮弹 更是给予日击沉重的打击 很快日击的第一轮攻势就被美军瓦解 日击损失了42架 没有一架能飞到航母上方 中午11时 日击第二次攻击到来 但日击的攻击很快就演变成了 美军对日击的单方面屠杀 地狱猫战机围着装甲不足 飞行元素质不够的零式战机 一顿穷追猛打 日击纷纷重弹坠海 甚至出现同时有15架飞机坠毁的场面 整个战场浓烟滚滚 枪炮升震天 大片日击化作火球坠入海中 宛如一场流星雨 战后统计 日军飞机共被击落315架 美机则只损失了26架 一位美军飞行员在无线电里兴奋地大叫 这真像古代的烈火机啊 于是这场激烈的海空大战 以马里亚纳烈火机标柄史册 在防御日击进攻的同时 美军潜艇也没闲着 美军集齐号潜艇潜入了日军编队 此时日军的祥赫号航母正在收回飞机 无法动弹 随后集齐号发射6枚鱼雷 3枚命中 祥赫号于两小时后沉入海底 与此同时 之前被潜艇击中的大凤号也出现了问题 大凤号油气外泄 舰上人员又不慎引起了火花 很快航母燃烧了起来 随后大火引爆了大凤号的弹药库 航母内部发生了接二连三的爆炸 小泽制三郎不得不离开 旗舰 下午6时大凤号也沉没了 虽然两艘主力航母沉没了 但小泽制三郎并不是十分慌张 他只是在担忧一个问题 航母沉了 我那些舰载机在哪里降落呢 是的 此时的小泽制三郎还不知道前线的大溃败 因为侥幸逃生的日军飞行员 向小泽制三郎虚报战果 称击沉了数艘美军航母 小泽制三郎听后定了定神 决定成绳追击 梭哈一把 他命令战斗机继续对美舰发动进攻 也不知道谎报战果的飞行员后悔了没 6月20日下午 美军航母终于锁定了日军舰队的位置 斯普洛恩斯下令战机起飞 美军85架战斗机 77架轰炸机和54架鱼雷机 朝着日军舰队的方向飞去 冲到了日军舰队的上方 向日军航母投下了数不清的炸弹 日军的飞银号航母遭到美机的轮番轰炸 不久便沉入海底 瑞赫号 笋银号 千代田号三艘航母 也被数枚炸弹命中 伤痕累累 就连日军起飞迎战的飞机也被击落了65架 小泽这三郎这才意识到 自己根本不是美军的对手 他后悔没有早点撤退 晚上20时 日军舰队趁着夜色仓皇逃出战场 美军最终取得了海战的胜利 下午时分 斯普洛恩斯不愿放过战斗机会 于是冒着夜间降落的风险 让舰载机起飞 可因返航的飞机挤成一团 舰载机在夜幕中找不到航母的位置 思索再三 斯普洛恩斯不得不在冒着被潜艇发现的危险 下令航母编队灯光全开 为舰载机指明道路 即便如此 还是有燃油耗尽的飞机栽进了海里 许多飞机争先恐后的降落 引发了撞击和爆炸事故 美军在这次灾难性的返航中 损失了80多架飞机和49名飞行员 甚至远远高出了对日空战的损失 实在是不知道让人说些什么才好 幸运的是此时日军已无斗志 并没有派潜艇追踪美军舰队 否则美军的伤亡远不止如此 随着美军舰队的凯旋 这场航母大战落下了帷幕 日军舰队损失惨重 三艘航母沉没 700多架舰载机被击毁 600多架 自此航母成了摆设 日军彻底失去了太平洋中西部的 制海权制空权 此战后 美国陆军航空兵的大型远程战略轰炸机 B-29得以进驻马里亚纳群岛 日本最大的梦魇 李梅火宫就要来了